大家好 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2020年的10月30号 周五的晚上21点55分2155 这个昨天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出来了啊 这个乌克兰的法院正式将前美国副总统 正在竞选的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乔拜登 列为刑事犯罪嫌疑人 乌克兰的总统叫泽连斯基称 这将导致对拜登的叛国罪的指控 乔拜登该退选了 是吧 我觉得换一个人稍微要点脸要点皮的哈 而且知道自己罪孽深重的 有自知之明的 之所进退的人都应该 是吧 退隐江湖了 等待接受法律的公正的审判 是吧 但是拜登的现在他不能退 是吧 看起来他是不想退 那是他的问题了 那将来他只会下场可能更凄惨 无论如何 其实拜登以及他的子女的这些犯罪的事实 根据现有的证据已经能认认为 已经可以认定他就是犯罪了 贪污卖国利益输送 对吧 肮脏的钱 这都很清楚了 我们接着给大家聊啊 这个关于拜登的经济政策 会伤害到美国中产阶级 住在郊区的中产阶级的六种方式啊 刚才我给大家聊的是 房子的价值 房价会暴跌 因为拜登要把那些穷人 那些不守规矩的 那些贩毒的吸毒的人 隐君子们 同性恋们都搞得交出来 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 第二个是你将为拜登 废除川普的减税政策买单 拜登曾表示 他将废除川普2017年的减税政策 有人做过统计啊 凡是在大选年 推出减税政策的总统 绝大部分据说87%都连任了 而推出这个加税的总统候选人 一般都不可能当选 而拜登就是要加税 他就是说白了叫劫富济贫 给富人加税 然后是补助更多的穷人 包括非法移民 包括未婚生子等等等等 这个要废除啊 川普的17年的减税政策 这个政策削减了几乎每个纳税的 美国家庭的税单 凡是你纳税的都给你减税啊 他说他只会对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 美国人提高税率 但实际上是每个中产家庭都将为拜登的增税买单 拜登提出的对401K就是40万超过40万啊 计划的改革将增加中产阶级的税收 根据现行法律 你可以从你的收入中扣除你对40万以上 征税这个计划的贡献 但不需要为你贡献的收入 或它的收益支付任何税 直到你退休后开始消费 这也是401K计划 成为美国人最喜欢的储蓄方式的原因之一 拜登却希望取消这项税收优惠 那他就动了很多人的蛋糕了 是吧 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奖励了那些面临更高税率的高收入人群 他将用一项复杂的税收抵免计划 就是减免啊 这个抵扣来取代这一计划 旨在帮助收入较低的美国人增加税收 增加储蓄 虽然具体细节很复杂 但结果却并非如此 比如年收入超过80250美元的已婚夫妇 将面临更高的税单 就是交更多的税 拜登还希望提高企业的税收 经济学家认为 这相当于对股东征税 因为他降低了企业的税后收益 这意味着更低的股息更少的回购 更少的增长投资 以及更低的股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企业的增税将损害美国中产阶级 为退休储蓄和投资的能力 好 谢谢大家 这个还是理智的 我们要支持川普总统 是吧 支持拜登 绝对将来是毁之晚矣 恐怕亡羊补牢都补不了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Muchas Gracias Muchas